作词 李宗盛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被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上 一同回归 我的领度空间 突然变得很美 让我笑了真正 爱得纯粹 我和你在一起 总想被春风吹 这种感觉 让我陶醉 时间悄悄转换 我们见得错对 有了一种久违的甜蜜体会 每天都和你 相应在梦寐 最过心来 有多少回 多想你和我 一起飞 和我一起飞 把浪漫的心重新支配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被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上 一同回归 我的领度空间 忽然变得很美 让我笑了真正 爱得纯粹 我和你在一起 总想被春风吹 追过我心来 有多少回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和我一起飞 把浪漫的心 重新支配 多想你和我 和我一起飞 寻找那被甜蜜 捆爆了滋味 我们在美丽心路上 一同回归 说实话 你是不是对我有别的意思 没有没有 没有那个意思 那好 你说你大冷天的 跑到这里来等我 还送我几千块的手机 还送我几千块的手机 还说没有别的意思 我看你是把我当成 你那个失踪的老婆了吧 是吧 是吧 我猜对了吧 就知道 像你这种 没有出息的人 一定会做出这种傻事 你 没事的 是你老婆先对不起你的 你觉得我长得像你老婆 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我的错 你呢 送给我一部手机 我呢 就在你眼前晃悠晃悠 满足一下 你对你老婆的相思 谁说这么做 我是有点吃亏了 但是你还可以继续弥补 对吧 其实 不能说是相思吧 总算是 千块 真是的 反应这么慢 我听见了啊 白痴 我 天天都要洗衣服 把我累坏了 不管我怎么用力搓 都搓不干净 总是被人家说 那你看 你的意思是 让我把你洗衣服啊 变聪明了 不过不完全对 你听着啊 我 每天 都把衣服 带到这儿来等你洗 不等得起吗 有时 我是可以借用一下 别人家的洗衣机洗衣服 可是我总不能 什么 你们家连洗衣机都没有 要是有 还用得着这么跟你说 这房东也太过分了 连洗衣机都不跟你买 走 一会儿跟我回家 我帮你量一量 给你买一台洗衣机 等你回头的时候 自己还可以拿走 走 好啊 跟你说了 这么近不用开车的 就在这儿 来 好吃吧 好了 进来吧 来 多吃点啊 敏良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朋友敏良 这是我的固执安康 你好 这是他的两个侄子 过来吧 进来看一下 这就是卫生间了 你看能不能装得下洗衣机 排水在那里 如果放在这儿的话 应该是在五十五到七十公分左右 满一个小点的应该差不多吧 对了 你喜欢滚筒的还是喜欢滚轮式的 什么滚筒 波轮 我说你干什么呢 你说波轮 滚筒 你打算买一台洗衣机吗 对啊 怎么了 你不是很会修理电器吗 有什么建议啊 你说建议啊 我建议你别再想着怎么算计我的钱 好好用手搓 先生 女人的手不是用来洗衣服的 你呀 这点就是你不懂了 洗衣机省时省力省人工 又解放了劳动力 每家都应该有的电器 有错吗 对 家里放着县城的劳动力不用 我还要花钱买洗衣机 你俩有时间在外面散步六八二 不散不四的 不如来我们家 边洗衣服边约会好了 你也太不懂得尊重别人了吧 什么叫出去跟我散步 就变得不散不四了 我告诉你 保姆也是人不敌你一等 听清楚了 敌我一等 你说她 说什么劳动者 就她是劳动者吗 难道除了她 我就没干过活吗 她知道怎么干活吗 你问问她 还有就是 你们两个人 初双入队的 出来秀恩爱给谁看呢 就这么说吧 嘉飞 工作时间你必须待在家里 知道吗 不准乱跑 不工作的时候你爱干吗干吗 另外 不准带这种人 再到我家里来 我是这儿的主人 听懂了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我根本就没听明白 这跟洗衣机有关系吗 你还不明白 她是怕你一起帮我讹她 买洗衣机 舍不得花钱呢 不用你操心 不会花你一分钱的 洗衣机 会让我的米粮帮我买的 对吧 安先生你放心吧 洗衣机我来买 我必担心 走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这么大方的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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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妃 你这个女人简直 简直是个无赖 走 走 最后 由江敏良董事长 做总结发言 各位 这个月的工作汇报 我已经看过了 我只想送给你们四个字 非常是棒 好 我觉得公司 一个好的运动状态 就好比一台高效精准的电脑 可是咱们公司呢 结构繁琐 规章重复 CPU完全跟不上 既谈不上高效 更谈不上精准 卢董事 很多人都说您青年才俊 是咱们生活秀气端 最年轻的董事 我想问一句 咱们公司的战略规划 是您订的吗 是啊 我觉得这规划特别不好 我认为这套方案 就好比一台风扇失效 CPU过热的电脑 设备太过陈旧 该换水冷了 张总 公司的计度审核报告 CPA 是您通过的吗 是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听好了 这套方案 我认为就像一个 所有借口的方案 都坏了的机箱 山中如一日 世上一千年 你应该跟上潮流了 董事长 坐下 我还没说完呢 你这个董事长 好 好得很 哎 怎么都走了 还是你慢慢讲吧 江总论长 我也走了 哎 会还没开完呢 不是 是 怎么都走了 怕我 一句不好听的都听不进去 不如管 这就是你明思苦想想出来的发言 哎 哎 怎么样 这回我抓住栏杆了吧 好 没想到没 怎么了 饺子是怎么包的呢 对了 啊 对了 您在吗 第五婶 您在吗 哎 哎 哎呦 怎么了 大白天的找我有什么事吗 请问您会包饺子吗 包饺子谁不会啊 你不会啊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当保姆的不会包饺子的呢 没事 要论包饺子我可是行家 什么饺子我没包过呀 包在我身上 我教你 嗯 叫你来干什么你还好意思问 我的电话 我的手机 我家里电话都被打爆了 大家只问一个问题 江敏良车是要搞什么名堂 你告诉我 我怎么回 董事长他无非也是想 想做对想做好 行了行了 解释的话不用说了 有什么用啊 我只问你一句 是不是你教他的 你挑唆的 这话我可不敢当 董事会的发言 按理说董事长不必管 他露个面儿听一听 谁敢说不可以 是你非要他发言 非要他说微信 我没好意思替他问您 您都问起我来了 我哪知道他发言这么个路说 他说受你的启发 啊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是不知道啊 他跟我说 他把发言稿给您了 有吗 他还真没玩 我怎么给忘了 ennes平 小哥utar 阿姨驾这个弹串肯午饭 马上就好了 哪呢 看 这是饺子吗 当然是饺子啦 我管他们叫小太阳 你看他们长得多可爱啊 我保证绝对好吃 喂 知道是你 没干嘛包饺子呢 要吃就来啊 好 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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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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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在楼下 看见姜董是长了 她 她 她又怎么了 她走了 她辞职了 好 追 追 追回来 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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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袁总 我帮你 来 美味的饺子来喽 好可爱啊 来 给 这 这能叫饺子 好吃不就行了吗 反正到嘴里还是得嚼烂了 好 放心吃吧 吃啊 好吃吧 好吃吗 不好吃 好吃 我觉得很好吃 不好吃吗 多好吃啊 别装出一副不好吃的样子 我尝过的 味道可好了 你做的东西啊 头一回不让人反胃 真难得 真的吗 我就说很好吃嘛 多吃点啊 饺子来了 来 大家尝一尝 我啊 可以给大家做的 尝尝啊 来得太这时候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饺子不够吃啊 哎 家飞 还不快谢谢人家啊 好吃吗 好吃 多吃点 我呀 旧喜欢吃这种又有创意 又可爱又香的饺子 真的 我发现家飞你老有才了 这么可爱的饺子 你能做得出来 我水手这么一捏 就成了一个小胎子 你们谁偷了我的 大白菜 我 我说怎么了 早回啊 这白菜也值得你这么让上吗 何小叔啊 要一回两回也无所谓啊 不就破白菜嘛 有什么呀 不 我说我刚要炒盘白菜吧 好 昨天买的就没了 我前两天我还丢过葱跟姜 再往前是黄鹏凶事 咱不能老这样 宿泽院不是公寓楼 大家都习惯把东西挂在外边 老丢东西 那怎么回事啊 家飞啊我问你 烧灰的白菜是你拿的吗 家飞 不就是一些菜嘛至于吗 家飞 把这个拿着 以后想买什么自己买 不拿他们的 你这个神经病 用钱就很了不起吗 那你怎么不把这里 所有的东西都买走 顺便帮我也用钱买走了 一有事就掏钱包 你以为钱是万能的 一天我都没有钱 我都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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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您想要的 这个只有您自己心里有数 你什么意思 我可以帮您把人找回来 但您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只要能把他找回来 继续做代理董事长 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条件很简单 就八个字 顺其自然 主从归位 苏妙妙 你究竟图的是什么呀 图 再其位谋其值 我还要图什么 其实我早知道了 我从窗户里边啊 看你好几次了 有一次你拿我的金银花 我也没说什么 你是说那个其实是花 我还以为是黄花菜 你也不说一声 说什么呀 拿就拿呗 谁还没个习惯呢 怎么能有这种坏习惯 其实 我就是 知道 我看你啊 不像是失忆 倒像从外星来的人 还好 我们这个地方不抓小偷 说起来今天白天的时候 你没看见绍辉和贺大叔 他们那样 连卖菜的都没那么抠门 绍辉啊 就是一个糊涂蛋 一根筋 他要是真拧上了那可真倔 贺大叔嘛 就是爱面子 巴不得人人都是笨蛋 就他一个人高明 这样啊 那贺大婶怎么样 我看他人倒是挺好的 好什么好啊 既无知又无趣 嫁个丈夫几十年 整天把贺大叔捧得跟什么似的 那贺大叔吧 还真把自己当大爷 叫贺大叔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出息 没志气 那安康呢 安康嘛 以前还不错 就是绍营搬走之后啊 这脾气坏多了 冬家长的西家短的 冬家长的西家短的 这种女人哪 嘴总不闲着 讨厌 十分讨厌 你也说多有道理啊 我什么呀 说呗 我说你这都睡觉了 你又把电脑打开干什么呢 看什么呢 刚刚的闲话 你没听出什么古怪来吗 你不是和吴李敖吗 看看第五审 说嘉飞的话你没听见 没有啊 我光听说你来着 第五审说呀 第五审说呀 我看你 不像是一症 倒像是从外星球来的 这么重要的话 你居然没听出来 什么呀 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嘉飞这个小宝摩 据我的观察 确实很古怪呀 所以我现在啊 在查找失忆症的症状 我得看看她什么毛病 你有毛病 你老跟着嘉飞过不去干什么 人家姑娘朴实善良 多好啊 你不懂 你说邵辉这小子 怎么脾气越来越大 是不是该给找的一下 我跟你说话 我跟你说话 不理我我睡觉去啊 睡觉 睡觉 好好好 快去 睡觉去睡觉去 睡觉去 你快点啊 你总算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吓死我 等你啊 你知道我们找了你多久吗 我不想知道 你开了枪惹了祸 转身就跑 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 你就什么事都不管了是吗 激将法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 既然你承担不了现在的结果 那你为什么要在董事会上那么说 我就想这么说走了 哪知道他们那么不爱听啊 再说了 薛家宝在位的时候不也这么横吗 为什么我上位的时候 说他两句就不爱听 还跟我造反呢 感情是欺负老实人啊 好 是刚一散会 刘董事给我打电话说对我不满意 李董事给我发邮件 说要跟我讨论下一任董事长的人选问题 我哪儿还有脸在这儿待着啊 姜敏良 别说了 说不说结果都一个样 结果就是你要辞职对吗 你既然已经知道了 就别再劝我了好不好 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 薛家宝能够回来 他的公司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不管了 好 既然你去意已决 那咱们换个话题聊点别的 好 我聊吧 反正我现在心情挺烦的 陪我聊聊吧 你这一个下午都去哪儿了 去吃大饺子去了 还吃撑着了 而且还找了一顿骂 我们找你把公司翻了个底朝天 你还有心情去吃饺子 讽刺我爸无所谓 反正公司好多人都说我呢 也不多你一个 如果你看完这个还有什么心情去吃饺子 那我只能说请便保重 怎么了 不就是研发部的两份金额不对吗 你看看这个签字 金额多的那一份是原总钱的字 你的意思是 说明董事长早就知道 可他并没有处理 如果你也走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 那这个公司信不信虚还不一定呢 不可能 就怕有胆大的 我这可不是微言耸听 我能有什么用 我都已经把他们全部得罪了 跟支持你的董事们去挨个道歉 然后坐回到这把椅子上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所有事都告诉你了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 来 来 瑟瑟 阿姨跟你家的人哪 没错 上回这个小伙子人可好了 手巧 善良 都喜欢他 你放心好了 家飞 这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拿洗发水 晓辉啊 晓辉 你看谁来了 不好意思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就刚才 我怎么不知道啊 又没什么事 洗发水又忙还你啊 你是不是拿我洗发水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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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啊就是晓辉 晓辉啊 舅舅思思 你们俩好好聊聊 多聊会儿 我不打扰啊 好了 好了 好 那我叫 我叫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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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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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队 谢谢 喂 喂 忙什么呢 怎么又找我 干嘛那么大火气 我又没得罪你 看到是你来的电话就烦 怎么了 怎么了 说来也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讨厌我 唯有你对我这么好 是为了讨好我 才特意这么做的吗 真是无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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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什么呢 你要没水喝了我要加点水 不行 我闹嘛 我胡闹什么了 少辉 我叫你呢 躲什么呀 洗发水 我马上就还给你 你等一下 那洗发水你就用吧 送你了 送你了 拿着吧 拿着吧 少辉 喂 为什么都躲着我呢 我又怎么了 敏良 早啊 董长 袁总 董长走了 喂 我检查检查 看那小保姆 也没给她弄伤了 没什么呀 有空吗 有空 当然有空 收拾一下办公室 好 董长 您还回这间办公室办公吗 没错 最近又想用了 把袁总留这儿的东西都收一下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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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钥匙怎么在您这儿 这是您的钥匙吗 是 丢了一阵子了 原来是您找着了 缘分 真是缘分 这是缘分 你什么时候丢的呀 大概 具体时间我也忘了 是在我跟家宝结婚前吧 好好想想 没有 没有啊 这儿也没有啊 上发下面也没有 走了 好 小时 好 小时 谢谢董事长 那我先出去 好 你到底做了什么 搞得姜美良一见我就跑 连句话都说不上 我能干什么呀 还不是按照您的吩咐 这好不容易把它给劝回来 我就落得左右不是 你以为你吃定姜美良了 我告诉你那就是个定时炸弹 不定什么时候就爆炸 到时候粉身碎骨的可是你 逢人只说三分话 做事不可做到头 苏小姐 小心做人哦 是 袁总 您这左右逢源的哲学 我得慢慢地学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有重大发现 有什么重大发现 敏良 让我也听听 好消息就是 回头再说 再见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你必须要接触种子 所以种子板块呢 就是长得比较好 那么实际上这个 背后呢 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 有些有些相似 那边才说我们的饭碗 必须把握在 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就把那相关的板块就带动了 所以呢就是说 从这里上 把握这个合适的逻辑 我们觉得也是 我们找到了一个 一个勤勤的一个板块 还有最符合你的 就是这几个月的 一个趋势板块 对于长期的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叔叔买什么好吃的了 晚上做烤鱼吃啊 加飞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吼什么吼啊 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我说啊 难得你今天这么勤快 知道洗碗了 就是水放的有点多吧 你买鱼了 那我赶紧去问问贺大婶 这鱼怎么做啊 等等 水池里的这些碗洗干净了 是啊 看看都洗干净了 对不对 你这么开着水龙头 用水冲 像这样一直放水 就把这些碗都给冲干净了 怎么可能啊 真是的 你太有想象力了 想象力 光你浪费掉的水 就足足有三十吨 三十吨 是啊 那是多还是少啊 我说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三十吨的水 够我和平平还有顺顺 用半年的了 除了这些之外 你还干什么了 要是有赶紧说 别藏着椰子了 算我求你了 你一摇晃脑袋瓜 我这心也会跟着摇来摇去的 不对 你一摇头我就说明 一定是哪里还有问题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啊 是 是电表 还是 还是水管 我就说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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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搞的 这都 你怎么弄的 要怎么办 再好这样的心情 不能平静下来 不能像之前一样的 承定 是爱的话怎么办 和我在一起你的心情怎么样 像我一样紧张吗 一样的信仰的我 一样的想法 和我一模一样吗 这是爱吗 不同不同我抬讯 还是这些紧张 I know 这么一见到你 我就只能看到你 这只是love love 很喜欢你 很喜欢你 不管怎样的你 就因为是你爱喜欢 这是爱吗 不懂不懂我讨论 还是这些紧张爱你呢 这么一见到你 我就只能看到你 这只是love love 最初连你的想法都不知道 照满不到对你发慌 某一天看着你看我的眼神 我不知不觉到痛要无聊 那位别扭的语气 那这只多表情 很喜欢你 不管怎样的你 就因为是你爱喜欢 这是爱吗 不懂不懂我讨论 还是这些紧张爱你呢 这么一见到你 我就只能看到你 这只是love love 这是爱吗 不懂不懂我讨论 还是这些紧张爱你呢 这么一见到你 我就只能看到你 这只是love love 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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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论